徐政华我问老师 请问绝类 那天有问绝类的事情吗 他说用这个GA3 会不会来跑子 还有他这个绝类 不会补给 如果说用GA3要用几百 一百 一般来说是 你说包子的部分 是不是有 他对于这种包子的形成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个好处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来说 或者个人是因为 你可以给一点点 但是这种东西在应用的时候 你应用的时候 这个胶子会 能够去拉长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重点 就是说效果并不明显 你要配合足够的 一个营养分 但是就是说 你若是在藏顶 比如说我要用包子来繁殖 那么这个包子 你把它卡住 这个树里面 比如说像 它给它噴一点 这个GA3 那么这种确实是可以提高到 它的一个这种 这个发芽率 并说 在这台里 你把它加一些这种东西 那么它对到这种 并说像这种 提现绝 还是说山苏 它包子的这个发芽率 是能够提升 它可以来提升到 它的这个发芽 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要太多 如果太多了 假设 假设 如果是这个 GA3 许多多 当然是抑制 它的这个萌发 所以 大概 它都可以有这种 好够 但是 对到它的叶子 这种 生长 这是不是 有较好的 这个方法 这目前来讲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效果 是不是特别的好 这个大概是 没有什么 但是你如果说是要把它繁殖 比如说我用包子 这 我在土壳 我给它付出一个 这个以前 以前我们是都 去把它的包子 是在虾子 摘这个后面 这个虾后面 你把它刮下来 把那个包子体 把它刮下来 刮下来 然后把它刮下一个GA3 那么这种的这个东西 这确实是可以 提高它的这个包子的 这种 这个发芽率 这个大体上 是都可以有一个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说 它们要繁殖的时候 它的虾子有这个后面 后面我们把它夹下来 夹下来 放在这个 底子里面 把它 这个 比如说 放大纸带 或是塑膠绿 把它震动 把它搂一搂 甚至包子 就会掉在那个带子里面 落在那个底子里面 因为这种包子 是越新鲜 越容易发芽 你把它用一用 那么 用 用这个 300ppm 这种300ppm的 这个GA3 把它噴噴噴噴噴噴的 这个野荡 这浓度其实蛮高的 那野荡 促进 这个发芽 这个效果呢 其实还是可以 但是呢 你说 要让它的虾子 比较多 那么基本上来说 基本上来说 GA3 这个效果呢 不是特别的好 不是特别好 这让你先做一个 了解到 但是就是说 适当的 一个肥料 一种肥料 那么供应一些 氨基酸类 这些东西 目前说 知道 因为 我们看得到 最近好像很流行 那个 鹿角角 嘛 鹿角角 钓地 钓地 这个效果 很大效的 那么这种 它最近很流行 虽然不然 就拿一些 这种东西 像 类似 像 玉米树 这种东西 还是 像 N9 那么 这种东西 你把它噴一噴的 哇 这个是长得特别的好 所以 他们现在 很多 就 还蛮 蛮有趣的 这种东西 就是说 你如果是 他的一个 对营养的 这个需求 和我们的 一般这种 作品 是不三样 所以 好一点点 所以 不然都会 建议好朋友 说 你能够去 噴一缩 这种东西 那么 这个 有机子的含量 较多的时候 他的一个 这个 叶子的 这个生长 会比较 会比较好一点点 这给我们 听众朋友 就是说 在这个 在背 这个过程 里面 反正 绝类 差不多都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 再来就是 光线 他适合 一个 这个 光线 他通常是 通常是 一个 这个 较不 同样的 这种 比较 要属于 比较 阴 算 我们说的 就是阴性 数种 但是 每一个品种 对着 光线 有一点点 没啥 钢 大概 有一点 比较 不太相同 有一点 不太相同 这个需求 所以 不相同的 拼增 你要去了解 看看 因为这个东西 你如果没去 擅 你大概 也不知道 大概也不知道 这种 特别 所以 还是要去理解它 所以大概是 这个过程 这让你做一个参考 还是要多尝试 有时 必须要 必须要 需要你去改 做不一样的 一种 特别是在营养上 你一定要注意 这种 有机质的 这个 有机质的 蛋肥 什么是有机质的 蛋肥 就是类似 这些植物性氨基酸 这些动物性氨基酸 这些 鱼蛋白 这些东西的 这些东西的行动 都有非常明显的 一个帮助 这提供 给我们这位朋友 先做参考